下面要讲述的是蜗牛和黄鲤鸟的故事。 春天来了,大地复苏,一片新绿,欣欣向荣。 太阳老伯高挂天空,小草摇着身体随风起舞。 在一个葡萄架子上,葡萄树枝叶茂盛, 翠绿色的叶子长满了葡萄藤架,叶子在微风中摇曳着。 有两只黄鲤鸟,它们身着彩色的羽毛,嘴巴叽叽喳喳地唱着歌, 还不时地闪动着羽毛跳着欢快的舞蹈。 两只黄鲤鸟正在葡萄树的枝头飞来飞去, 一会儿唱歌,一会儿跳舞,特别欢快。 小朋友,请分别画出两只黄鲤鸟跳舞的样子。 这时候,一只蜗牛出现了, 它背着一个重重的外壳。 这也是它的小房子,走到哪里都带着。 它长着两只触角,身体稍长, 慢慢地从葡萄树底开始往上爬着, 爬过的地方还会留下白色液体的痕迹。 小朋友,请画出蜗牛的样子。 葡萄树上的两只黄鲤鸟看见了, 其中一只嘲笑着蜗牛。 嘻嘻,哈哈,小蜗牛, 你爬得这么慢啊, 看我们只要轻轻一伸翅膀, 就飞到上面了。 另一只嘻嘻喳喳地说, 本来就慢, 还背着自己的家, 累不累啊, 真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